2021年3月,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F-35遭遇雷击,造成A级损伤,也就意味着损失超过250万美元,或飞机完全损毁。 同年8月,美国空军一架F-35A被闪电击中,被列为B级事故。 对于战机而言,遭遇雷击已经是常事,轻则迫降,重则报废。 但是前不久,美军解除了F-35A在雷区的飞行限制,闪电终于不怕被雷劈了。 问题来了,F-35A不怕闪电的原因是什么?飞机又该如何避雷? 根据防务快讯报道,在经过4年的飞行限制之后,美军在3月19日解除了F-35在雷区的飞行限制。 最初限制飞行的原因也很简单,避雷措施出现问题。 2020年,美国军方发现,F-35A机载舵器系统的管道损坏。 OBX的作用就是将氮气泵入飞机的油箱,防止油箱被闪电击中时发生爆炸。 管道损坏也就意味着多型气体没法用,导致F-35A被闪电击中后,油箱很可能就会燃烧爆炸。 重点是,这次损坏的还不止一架。 在随后的调查中,24架战机中有14架出现了这个问题。 所以,自2020年6月开始,美国就禁止F-35A在飞行时靠近雷区40公里以内。 除此之外,F-35A的单引擎战斗机在复杂天气环境下的安全性也比不上F-22这样的双引擎战机。 当然,就算是F-35A的舵器系统没有出问题,在雷区飞行也是有风险的。 2021年3月,日本沿国基地的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两架F-35B战机在训练时遭遇雷击。 虽然飞机平安降落,无人员损伤,但两架飞机都受损严重,达到了A级损伤。 2021年8月,一架F-35A被闪电击中,飞行员安全回到机场。 不过,美国空军还是将这次事故列为B级事故。 截止到2022年1月,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F-35累计被闪电击中15次,每次事故造成2.5到57万美元的维修费用。 说实话,飞机被雷劈属于长室,不只是F-35被劈,其他飞机也是这样,闪电可不管战机有多贵,直接一视同仁。 20世纪80年代,美国空军一架F-16因遭雷击基附空腹内油箱的燃油蒸汽被引燃爆炸。 2017年,美国空军一架B-52在飞行中遭遇雷击,垂尾蒙皮被打出一个大洞。 2018年,科威特空军的一架大黄蜂,机身被闪电击中,在座舱盖上留下了明显伤痕,使战机发生剧烈震动。 所以,根据美国空军的飞行规定,所有美国空军飞机的飞行员都禁止主动飞入雷区。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,一架飞机平均每3000小时就会遭遇一次雷击,美国一年就有大约7000次,民间飞机被闪电击中的记录。 不过,飞机被雷劈之后,最常见的结果就是,飞机安稳落地,没有人员伤亡,很少见到雷电击毁飞机的新闻。 这是为什么?飞机又该如何避雷? 绝大部分的飞机被雷劈都是在下落或者爬升过程中,因为闪电大多在1524米到4572米的高度活跃。 而雷机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飞机自身在穿越强电区域时被雷劈。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3000米以上的高空,占总事故的90%,另一种则是云地之间发生闪电时,飞机刚好路过,这种闪电的能量最大,导致的后果也更加严重。 除此之外,喷气式战机在没有雷电迹象的区域也可能引发雷电,因为热废气起到了电负荷载体的作用,以电离的方式飘在飞机身后,这就导致喷气式战机在飞行过程中成为一个绝佳导体。 至于飞机的防雷措施,主要考虑三个因素。 第一,确保当闪电击中机一时,飞机机构产生的损伤在可承受范围内。 第二,燃油系统的设计和布局必须防止闪电点燃燃油。 第三,确保飞机上的电子电气设备被闪电击中后可以正常运行。 当然,最好的防雷措施就是不出门,飞机最普遍最有效的防雷措施就是躲。 36G走为上侧,雷电发生的区域又不是整个地球,一般的雷电长度不超过200到300公里,并且是移动的,持续时间一般1到2个小时左右。 而飞机携带的雷达可以对大气环境进行自主检测,地面指挥中心同样可以监督天气变化,遭遇雷暴天气就会提前发出警报。 比如苏35S就有雪暴翼雷达用来探测气象,所以飞机想要躲避雷区并不是一件难事。 实在不行,碰见雷雨天气就不出门,从根源上解决被雷劈的问题。 民航飞机就是这样干的,所以经常会延误。 其次就是防,如果飞机必须在雷雨天气出动,那么问题也不大,飞机本身就有很多的防雷措施,原理就是静电屏蔽,也就是法拉第龙效应。 客机机身的大部分都是铝制外壳,基本能防3000万伏的闪电。 机身采用的导体材料可以构成的法拉第龙将电流排斥在外,保护战机内部的人员和设备。 无论外部的电压有多高,里面的电差永远是零。 而且现代民航飞机就算是被批,电流会随机身光滑的表面传导到飞机的机翼和机尾,而飞机这些尖端的部位也都安装了防电刷,会把产生的电放掉。 放电刷后面我们会提到,也是防雷措施的一种。 总的来说,因此绝大多数闪电不会对客舱的成员造成危害。 最近一次雷击造成的空难还是1963年,也不会对飞机机身造成多大的损坏。 最大的可能就是漆面磨损。 甚至有的维修手册上会建议使用磨砂和错刀打磨雷击点。 只是飞机机身不会出现意外,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飞。 飞机的雷达罩在雷区很不安全。 为了电磁波的透波性,雷达罩大多使用复合材料,不导电的那种。 如果闪电刚好批到雷达罩上面,很容易产生破损。 这点在战机上也是一样的。 为了追求轻电、速度,现代战机的机身大部分都是复合材料。 飞机的金属导体属性大大降低,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避雷?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,让复合材料导电就好了。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,NASA做过一个丧心病狂的实验。 主动派飞机挨雷批,来试验雷机对飞行的影响,确定其对复合材料或者电船飞机的威胁有多大。 也就是NF-106B,在6年内穿越了1496次雷区,并被雷批中714次。 最夸张的是,在1984年的一次飞行中,在45分钟内被批72次。 当然,震雷也不是白挨的,在反复被雷批的过程中,NASA总结了一套防雷手段。 根据NASA的实验,以及实际使用复合材料的民航客机经验,复合材料飞机并非不耐雷批,只是会破坏飞机的关键设备, 比如发动机失灵,甚至是直接击中外置油箱产生起火爆炸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各国就在复合材料里添加了导电材料。 就比如A350,空客在复合材料板中嵌入了金属钵来增强导电性。 波音747则是在复合材料表面嵌入了长达92公里重达一吨的铜制导电网。 斩机机头那些条状物也都是这样的金属导电条,保护雷达等重要的电器设备。 常用的导电条有金属钵条、金属带和钮扣式三种。 加上复合材料还有涂刷铝粉和风孔剂,这使得复合材料机身外可以形成一层法拉第龙,以法国的阵风战机为例。 当靠近雷区时,粘机机身的表面就会形成一个屏障,保护机内成员。 同时,飞机上还有放电刷,就算是被雷劈了,也能把电导出去。 放电刷一般都安装在主翼或者尾翼尖端处,可以将雷机所造成的电流,以及飞行中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电荷释放到大气中。 瑞典的英师英国的姚氏也采用了这种装置。 除此之外,飞机的设计都有接地点,在飞机降落之后,维护人员一般都会在接地点搭一条地线,将飞机上的电荷转移到地面,从而确保飞机安全。 这和油罐车所拖的铁链是一样的道理。 同时,飞机在投入使用之前,都会进行各种防雷击安全实验。 航空条例也明确规定,飞机必须能够承受灾难级雷电的袭击。 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,飞机的设备、系统都能发挥基本功能。 顺带一提,如果闪电强度超过飞机导电性能,对飞机零件造成了损坏也没关系,只要这个设备够重要,那飞机上肯定不止一个,有备份换一个就能继续飞。 也就是说,当前飞机的设计已经足够避免雷击对机身的影响,就算是被雷劈中,也可以将损失减少到最小,保证飞机可以继续飞行并安全着陆。 不过,F35的避雷射击与上面说的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,毕竟还要考虑五代机的隐身涂层。 雷击击中飞机的损伤一般分为三类,雷击点损伤,结构损害和电子设备损害。 其中,雷击点损伤,也就是雷击直接击中机身之后,会留下很多雷击接触点,冲击波会直接在雷皮上打出一个洞。 不过,绝大多数闪电只会破坏破蒙皮,不能击穿金属。 但是,飞机搭载的电子设备有可能被雷劈成短路。 所以,F35的防雷设计重点就是遭遇雷击之后,美国在之前的报告中就提到了,F35的蒙皮不提供固定的被动防雷保护。 所以,F35在训练时要远离雷电,在机场停放时也要布置保护手段。 比如,移动式避雷针,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是第一个为F35购买专用避雷针的客户。 2018年8月8日,海军陆战队宣布计划从LBA公司采购11根避雷针,也就是PLP-38MOB。 地面的问题解决了,那在空中飞行时被雷劈了怎么办? 因为没有被动防雷保护,美军直接跳过了被雷劈不受损伤的要求,而是只要飞机遭遇雷击时,没有当场坠毁就算胜利。 在以往的雷机事故中,坠机的原因只有两个,发动机失去控制或者油箱爆炸起火。 所以F35的防雷设计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向。 之前,美国军方曾担心雷机会损坏包括机载电脑在内的各种电子设备。 所以,美军第一个改进就是加强飞机电脑的抗雷等级。 根据五角大楼测试评估办公室的消息,F35的机载电脑在2019年就已经获得防雷保护。 即使飞机遭遇雷击,也能保证机载电脑可以正常工作,不至于失去对飞机的控制。 第二个改进就是油箱。 虽然F35的油箱不像F104,不会被闪电直接击中用油箱导致起火爆炸,但美国还是设计了一个机载多性气体生成系统。 可以将氮气泵入油箱内,避免氧气和燃油挥发产生的气体在油箱内聚集,以免这种易燃易爆气体受电机起火。 美军在2020年限制F35靠近雷区40公里的范围,就是因为多气系统出现问题,现在则已经解除限制。 让火力军来说的话,多气系统确实有点麻烦。 之前,美军曾有规定,为了避免机内剩余燃油带来的危险,美军要求燃油系统要在降落后的12小时内回归惰性。 也就是内部没有氧气和燃料蒸发的气体。 不过,根据一则2015年的报道,F35B无法在12小时内惰性,地勤人员不得不使用外部氮气吹扫油箱,或是干脆采取代替避雷策略,也就是购买避雷针。 总的来说,无论是民用客机还是军用战机,目前都已经可以规避雷机造成的伤害,但是这不代表可以再雷暴天气随便飞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各位认为F35的多气系统是好还是坏?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大家一起讨论。 我是火力军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